戴着遮羊帽的80多岁老婆婆 到警局报案 不断向警方比手画脚 原来老婆婆不久前搭公车 却把一个装有黄金的包包 忘在车上 让她积得像肋骨上的蚂蚁 她进来我们派出所的时候 神色慌张 很紧张 讲话都快哭出来 因为她那个是她的 她变卖料之后 准备要当她的生活备用 看到老婆婆心悸如焚 警局里的志工妈妈赶紧上前安抚 但老婆婆还是担心的快要哭出来 原来这名老婆婆日前带着 市价约30万元的八辆黄金 到机市店要变卖 但店家开价13900多元 老婆婆认为价格太低 不愿出售 于是又带着装有黄金的包包 搭公车回家 转车时却忘了把黄金带下车 一转头又不知道公车开去哪 才会这么着急 如果那个黄金找不回来的话 他就是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再继续过生活这样子 他就讲说 就里面有那个金子一金 那个妇人领导也蛮高兴的 警方表示当时公车司机 发现老婆婆的包包之后 立刻送回总站招领 原警立刻带着老婆婆前往领取 才终于让她破提微笑 也称赞司机原警 真的让人很感兴 谢谢张家文陈招股高兴报道